国际大导演卢贝松去年来台取景拍摄电影 第一支预告片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曝光 除了影星史嘉雷·乔涵森成为吸睛焦点 台湾许多景点也都通通入境 影星史嘉雷·乔涵森在电影Lucy是演出在台湾的外籍女子 被迫当作人体运毒容器 却意外获得了一群常人的超能力 除了精彩的打斗场景 台湾许多景点也都通通入境 包括台北101大楼 台北市街景和平东路口 以及桃园机场等都在预告片里出现 很荣幸然后也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相信更多人会认识台湾也认识台北 那101它是一个地标 那作为能够让大家认识台北的第一站 第一个亮点我觉得我们很高兴 希望能够继续有机会在国际上发扬光大 Lucy是卢贝松自编自导的科幻动作片 除了史焦雷 乔韩森 还包括佛根摩里曼 韩兴 崔明芷等人 台湾艺人新峰和阿Ken 也在Lucy勒串眼珠 你讲英文吗? 是 现在来到医院 卢贝松去年10月中旬 在台北取景 曾在11月11号的记者会上 称赞台湾人亲切温暖 制片团队素质好 程度高等 不过在预告片中 任外露出的金花酒店外围街道 三军总医院 丁州院区外围 以及大厅等场景 是否将在电影上映时出现 还有带眼尖的影迷发现了 新唐人亚台电视高建伦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